通过前两期视频,我们简单了解了一下游异显卡和专业图形显卡的区别 大家对关系的价格问题,我们来介绍一下 因为专业图形显卡不适合挖矿,所以没有矿卡 但因芯片短缺和芯片分配问题,所以价格也略有上涨,但影响不大 专业图形显卡也分低中高三档 最新上市的入门题有T400,价格在1000元以内 T600,价格在1300元左右 最新上市的中端专业显卡,T1000,价格在2600元左右 上一代的P2200,价格在3500元左右 此处特别生命一点,T代P2200的新款还没有上市 具体型号叫做T2000,还是A2000,这个暂时还不清楚 最近上市的高端专业图形显卡,RTXA4000,价格在8000元左右 RTXA5000,价格在2万元以内 专业显卡价格跨度比较高,大家也都明白 再次提醒各位老铁 如果你不是用来做图,而是玩游戏的 一定不要选择专业图形显卡 因为专业图形显卡的游戏性能 不如同价位的游戏显卡的游戏性能高 咱们后期会出专业显卡能玩什么样的游戏 期待你的